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昨天說今天要來談那個榮譽的部分 榮譽這邊有一些跟榮譽相關的重要特性 今天要來講一下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這邊是一些outline我們先看一下 那有一部分其實我們之前講過 溶解的過程 那我們在講熱力學的時候 其實已經跟大家先提過了 溶解它所涉及到的一些分子間作用力的變化 還有它的熱力學的一些參數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再繼續來看一下 溫度以及壓力 對於溶解度有什麼樣的影響 還有溶液 你怎麼去描述它 有一些比較常用的濃度的表示方法 再來就是衣術性質 容易的部分 我們常會探討到它的衣術性質 還有勞特定律以前有學過嗎 好 還有一些其他的這個 那個蒸汽壓的下降 蒸汽壓下降總學過吧 有 有喔 好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還有滲透壓 滲透 好 那 融液是什麼 廣義的定義是什麼 融液 兩種物質 它均勻都混合 好 那所以 呃 必須要有兩個主角 一個是融脂 一個是融激 好 Dissolving medium 它的介質的話叫融激 那融在裡面的物種 是叫做融脂 好 那其實物質有三態 所以不同的項之間 其實也是可以互融 好 所以我們有這九種不同的形式 其實我們都可以把它叫做廣義的融液 看一下 好 比如說 你的Solven可以是液體 你的Solven溶質 可以是固體 可以是液體 可以是氣體 那它形成的不同的物質的形態 比如說物質融到液體裡面 比如說鹽或是糖融進去液體裡面 然後變成這個水溶液 像海水Solvater 你把鹽丟進去 或是liquid liquid之間的互融 溶液溶液之間的互融 就倒在一起它們互融 本來是個別的 但是融進去之後 就變均勻的混合 混合在一起 那氣體也可以融到液體裡面去 像是汽水 氣泡飲料這種 好 那固體也可以當作融激 你如果現在是液體也可以融到固體裡面 固體跟固體也可以互融 固體跟固體互融像是什麼情況 合金 對 它就是一種金屬跟金屬 固體跟固體的互融的情況 那氣體也可以跟固體互融 好 那還有另外不同的排列組合 氣體跟氣體的互融 空氣就是一個電型的 然後solid in gas 比如說空氣中懸浮的這些塵埃 霧霾 粉塵 或者是liquid in gas 像是雲 霧 這些 所以這個是廣義上面 其實只要是有融質 融激 它們均勻的混合在一起 形成你可以把它定義就是廣義的一個 溶液的狀態 雖然我們平常是比較focus在哪一種情況 液體 可能focus在固體融到液體裡面去 或者是氣體融到液體裡面去的情況 好 那這邊上次是不是有講過了 一個溶解的過程 從分子的層級去看它所發生的是哪一些事情 有哪一些因素會去影響到溶解 分子間作用力 對不對 我們既然是討論溶質跟溶激要混在一起的話 那主要會有三種作用力的影響 對 溶質溶質溶激溶激 以及溶質跟溶激之間 那這也決定了它的這個熱力學的相關的性質 還有這個溶液它能不能夠互融 它能不能夠發生 溶解的現象能不能夠發生 跟什麼有關係 上次是講過同類為什麼會互融 為什麼極性容易極性 非極性容易非極性 它背後其實是熱力學的因素在引導 好 那再來how fast 這多快是涉及到動力學的部分 那to what extent it can occur 那是熱力學上面有一個溶解度常數 溶度基常數來決定的 好 那所以因為上次溶解的過程 我們已經在講熱力學的時候帶來大家看過 我們這邊就比較快的可以復始過去 好 那一般的話溶解其實有可能有涉及化學反應 也可能是單純的溶解 那我們一般現在在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 它溶脂不跟水或是不跟溶劑發生化學反應 單純溶解的過程 它有可能是with reaction 像是鈴跟水 鈴加到水裡面會怎樣 會產生氫氣會發生很劇烈的化學反應 那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是 你把溶脂丟到水裡面去呢 它就是溶解形成水和結構 without reaction 像是這個mCl的離子晶體到水裡面之後 變成水幾個水去包圍鈉幾個水去包圍氯 那我們現在是focus在這種不發生化學反應的 溶液的部分 spontaneity of the dissolution process 一個溶解過程的自發性 不外乎跟什麼有關 能不能自發跟delta G有關 跟自由能有關 那自由能它所涉及到的兩個因素 一個是delta H 一個是delta S 它是delta H減掉Tdelta S 所以這個在溶解的過程中 它所涉及到的寒的變化以及entropy的變化 會決定了這個溶解是不是好溶的 它能不能夠發生 由這顆柿子來決定 那唯有當delta G是小於0的時候 這次溶解可以發生 那溶解通常delta S是大於人還是小於0 delta S呢 亂度 一定是溶解 只要是溶解 它一定是大於0 它的亂度一定增加 微狀態一定是增加的 那所以溶解的過程的話 亂度一定是贊成 一定是favor它溶解的 因為這邊大於0 所以它一定會favor讓delta G小於0 那所以最終決定 決定它能不能夠溶的一個關鍵因素 就是delta H 那整個溶解過程當中的delta H 記不記得我們那個時候 談到的三步區 有三步溶解的過程 你要先把溶質溶質溶質間的作用力拉開 溶劑溶劑拉開 然後溶質溶劑才有機會再形成 他們彼此的分子間作用力 那這三步分別涉及到的delta H加總 就決定了整個溶解過程的delta H的大小 因為delta S mixing的時候 在混合的時候 亂度一定增加 所以delta S這個項 永遠是大於0的 那就取決於這個delta H solution形成的所涉及到的delta H 這時候有看估的 有這三種作用力 sol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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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u-solu-solu-solu-u- TUA2 好 這三步 應該這邊 這樣 還沒有離很遠 應該印象還清晰吧 好 好 所以涉及到這三步 那你要把那個溶滋溶質 的距離拉開 或者是溶濟溶濟 溶濟溶濟距離拉開 都一定是要把分子劍作用力打斷 所以你要給它能量 所以都是屬於吸熱 那最後溶濟溶濟形成 那個作用力的時候 那就是放氧 就會涉及到release of energy 會放氧 那所以最後是看 它這個放出來的能量跟它原來其實的能量 到底是高的還是低的來決定 這個溶解 它是一個吸熱反應還是放熱反應 那我們這個當時討論過的 金歌能 還有它的reverse 反過來的那個反應 就是 涉及到的就是水核 第一步 第一步它涉及到的是金格能的負號 負的金格能 然後ΔH2跟ΔH3加總是水核能 那有一些在溶解的時候 水核它有可能會形成一個水核的特定 特殊的水核結構 好 那它周圍有幾個水分子可以圍繞它 那個有的時候是固定的 譬如說 我們常會談到Magic Number 神奇 神奇數 Magic Number 譬如說某一個Soyl 它融到水裡面之後 它會跟水在第一層的時候 形成一個Microshell 就是在第一層的時候 水要怎麼跟它去形成 這個溶子跟水的作用力 它在空間上的結構是固定的 是一個圍觀下面是一個水核結構 好 那 那第二層之後 第二層之後 你才可以把水當成 這個麥克風有一點糟糕 那第二層之後的話 才是你可以把水當成介質 當成流動的 但是第一層它會跟它的融子 會形成一個特定的水核結構 那我們在實驗上面 去測到的結果跟去計算 去相對照的話 我們也發現 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我有把第一層的水 當作它跟融子形成 穩定水核結構的時候 它得到的數值 才會跟實驗上面吻合 所以這個我們當時也討論過 為什麼同類的Polar 極性的融質容易融於極性的融計 非極性的融質容易融於非極性的融計 那這牽涉到它們的ΔH 形成溶解這個過程的時候 所涉及到的ΔH 那這個總共總總統的ΔH 是來自這三個步驟的ΔH 的加總之後的結果 加總之後的話 我有融質極性融質融於極性融計的時候 它的結果是Favor solution的發生的 還有非極性融質 非極性融計的時候Favor solution的發生 那如果是性質不一樣 比如說Non-Polar融於Polar 或是Polar融於Non-Polar的時候的話 它的那個涉及到ΔH太大 所以那個Solution不傾向發生 我們今天主要要談一下那個 藝術性質的部分 這邊是涉及到溶解的時候 溶解的時候 溶解的時候所涉及到的熱力學 還有它決定它這個融液 能不能夠形成它的自發性 我們直接看到E塑性質那邊 先看這邊好了 溫度對溶解度有什麼影響 它一定是幫助溶解嗎? 不一定 你要看它是一個吸熱反應 還是放熱反應 對吧? 你要根據勒薩特類原理 如果它是一個吸熱反應的話 那你增加溫度它溶解度會變大變小 如果是一個吸熱反應 溫度增加 它會取向它反應 反應向右 所以溶解度變大 那如果反過來的話 如果是一個放熱反應 溫度增加反而它的溶解度會變小 所以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它是 depends depends on the whether the dissolution process is a 放著 exothermic 或者是 endothermic 一個吸熱的反應 那壓力呢? 壓力對於溶解度有沒有影響? 有 那怎麼影響法? 通常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氣體 當有涉及到氣體的 因為壓力討論就是氣體的部分 那所以壓力的變化的話 有時候會影響到它的溶解度 那怎麼去影響它的? 跟什麼有關? pressure change have large effect on the solubility of gases 對氣體要融於液體的時候 我們去看看氣水 氣水你把它放到 比如說你應該打開了 然後放在室內一段時間 會發生什麼事情 氣體中都會 本來融進去的都會跑出去 對 那為什麼? 蛤? 為什麼? 跟什麼有關係啊? 跟平衡的壓力 或是說蒸氣壓 跟蒸氣壓有關係 那所以它為了要達到 那個平衡蒸氣壓的話 它那個氣體的部分 的molecule不夠 所以它會一直從氣體 從液體裡面 本來融進去的 它會一直跑回 跑回大氣裡面去變成氣體 那久了之後的話 那個融在融液當中的 原來的氣體的量 所以就越來越少 所以 所以氣體的融解度 跟壓力有什麼關係? 成正比 會成正比 那那個公式的話 以前有沒有學過亨利定律 有 從這個式子來描述的 就是氣體的濃度 能夠融解在融液當中的氣體的濃度 跟氣體它的pressure the pressure of gas above the solution 有關的 你從圍觀下面來看 如果它的 在這個是一個密閉空間裡面 它應該融在融液當中的氣體分子 跟在氣體當中的這些分子 應該是要達到一個平衡 達到平衡 那你如果這邊 你瓶蓋一打開 這邊變小的時候 那你這邊 你本來中進去的 會一直要跑出來 那你的融解度就會 受到壓力的影響下降 那這個情況跟 醫術性質 這個會牽涉到一些醫術性質 包括了蒸汽壓的下降 融點的下降 肺點的上升 還有滲透壓的部分 那其中的話 蒸汽壓的下降 是最關鍵的一個因素 那什麼叫醫術性質 它指的是這個融液它的性質 完全跟什麼有關係 跟數目有關 跟它的種類的話 倒是沒有關係 Do not depend on the kinds of particles dissolved 所以它這些醫術性質 collective property 這個之類的 它是去描述容易的物理性質 包括了這四個 那我們分別來看一下 這四個從圍觀上面 怎麼去了解這些性質 以前有學過學到哪邊 背柿子 就是你的融點要下降多少 肺點會上升多少 那會跟這個融液的本身的本質有關係 但是為什麼會下降 或者是為什麼會上升 跟什麼有關係 跟什麼有關係 誰來說一說 敲雲 為什麼 蛤 為什麼 肺點會上升 為什麼肺點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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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前知道肺點會上升 你也會算肺點要上升多少 為什麼 對 因為壓力變大 蛤 因為壓力變大 增氣壓 增氣壓 用完整的句子來描述一下吧 增氣壓變小 為什麼增氣壓變小 為什麼 增氣壓變小 然後肺點就會變大 來有沒有同學要幫他補充說明一下 好吧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涉及到融液的形成的時候 如果這個融脂它是非揮發性的融脂 我們先假設這個融脂它本身跟融劑比較起來 如果現在是一個融液 那這個融脂它是一個揮發性比較小的 那整體的融液的增氣壓會變大變小 變小對不對 那從圍觀上面來看 你要怎麼去理解這件事情 這個現象 一個融液嘛 一個融液嘛 那它跟液面上的 有多少這個氣體分子 它必須要達到一個平衡 那如果現在這個融液 假想喔 這液面上很多的氣體的分子 本來是融在這邊的 跟它這個 跑到氣體當中 本來是達到平衡的 那如果現在有融脂進來 而且這個融脂它是 蒸氣壓比較小的的時候 那如果液面上多了這些融脂分子 它的蒸氣壓比較小 那所以你想在氣體當中 它的total的蒸氣壓會變大變小 變小 因為你可以去想喔 它在這個available的介面上面 這個本來蒸氣壓比較大的這個 它裸露在表面上的那個比例是不是變小 好 好所以你可以這樣子看喔 addition of a nonvolatile solute 非揮發性的融脂 它會降低這個融液的蒸氣壓 那為什麼呢 主要是你可以從圍觀上面去考慮 這個融脂它occupy 它佔據了本來應該是由融劑佔據的空間 那所以越來越少的融劑 它可以在這個融液的表面上面 好 那它降低多少 怎麼去算 跟它的什麼有關 摩爾分率 跟摩爾分率有關係 好就是如果本來融 這是融劑 the partial pressure 如果是P0好了 好那如果整個液面上百分之百 全部都是融劑的時候 那這個整個液體它的 會的蒸氣壓就是它的蒸氣壓 對不對 這個沒問題嘛 OK 但是如果現在呢 在E面上它的X 就分壓改變了變小了 降低 那那個 蒸氣壓是會降低 然後會隨著它的 摩爾分率看降低多少 它的蒸氣壓會降低多少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勞特定律 所以你們其實以前是 有學過 只是不知道它有一個特定的名稱 好 那如果現在是一個很多物質 都混在這個融劑當中的時候 這個融劑的蒸氣壓要怎麼算 全部都加起來 然後全部不同的物種 它的摩爾分率有多少 全部加總起來 所以最後的總total的蒸氣壓 是PA乘上它的摩爾分率 A的這個物質它的分壓 它的分壓 partial pressure乘上它的摩爾分率 B的分壓乘上它的摩爾分率 C的乘上它的摩爾分率 然後它有多少種就乘上多少個 好 那最後加總起來之後得到的就是 就是這個融液的蒸氣壓 好 那如果現在這個融質 如果這個融質它的蒸氣壓 是很小的時候 那幾乎它就對這個蒸氣壓沒有 最後總total的蒸氣壓 沒有什麼貢獻 而且你的它的 它的濃度 或是摩爾分率佔得越高的時候 它降低整個融液的 蒸氣壓的程度就會越大 好那我們現在反個角度來想 如果現在這個融液當中 它加了一個揮發性比它還高的物質的時候 那它的蒸氣壓會上升還下降 會上升對不對 因為它多了這個 加了這個東西它的蒸氣壓更高的話 那整個融液它的蒸氣壓就有可能是上升的 所以我們平常在討論蒸氣壓下降 我們這個是特別針對融質它的揮發性比 融劑本身要小的時候 它的蒸氣壓才下降 蒸氣壓下降的公式是這樣子 但是它背後的原因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融質它的蒸氣壓變小 所以下降的程度下降了多少 那就是看它的 x-solu有多少 跟你加了多少融質它的摩爾分率有關係 它的物理圖像 物理圖像你清楚的話 你式子幾乎不用算 你就可以知道怎麼去做了 Physical picture 是當the number of component in a solution increase 你的融質的那個摩爾分率增加的時候 增加越多它整體的增氣壓就下降越多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討論到的還是限於 理想容易的狀態 什麼是理想容易 剛好A跟A的作用力 等於B跟B的作用力 AA等於BB等於AB 這種是指理想容易 但是實際上呢 你的融質跟融劑的本質 差別越大的時候 它所涉及到的能量變化就會越大 因為它分子間作用力的那個 形態改變程度就會越大 好 那就不見得 AB會等於AA跟AB了 AA等於AA或BB了 那會有幾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如果你測到的增氣壓 小於你原來的 預測的增氣壓的時候 那是什麼情況 增加變小 就是你實際上測到的 比你預期你計算出來的要小的時候 那是什麼樣的情況 嗯 它的融質跟融劑之間的作用力 強還是弱 強 對 那如果反過來 你測到的Vapor Pressure比你預期的要大的時候 那就是反過來 它之間的作用力更弱 所以它更容易離開嘛 好 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 體積摩爾濃度 也很常見 還有呢 重量摩爾濃度也可以用 比較不像體積摩爾濃度那麼常見 但是也有人用 它比較方便 為什麼方便 實驗上面你去量測比較方便 比如說我現在要一個小m的 的重量摩爾濃度的這個容易的話呢 你一公斤的Solvent比較好去量嘛 你是量一公斤的水 是比較好去量 然後摩爾素 融質的摩爾素呢 你只要它知道它的分子量 你乘上它的摩爾素 你就可以 你就知道你要去量多少 秤金秤多少 的那個融質過來 所以它是方便 基於方便 這個比較好 實際上在做實驗量測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一些 還有一個是 木耳分率也很常用 木耳分率 只是說這個有時候要去換算 不同的濃度表示方法之間 的換算 這以前應該有學過很多 有做過很多吧 你只要知道它的定義 其實要換算應該不是太難的事情 好那剛剛我們看了 增氣壓的改變 如果是一個 一個非揮發性的融質 增氣壓會下降 那這個其實就會跟 沸點的上升會有關係 沸點的上升 它指的是什麼現象 當你增加一個 非揮發性的融質 到一個融劑當中的時候 會導致它的 沸點 的上升 為什麼 因為增氣壓的下降 那增氣壓的下降的話 你要讓它沸騰 沸騰指的是什麼 要讓它的增氣壓 跟它的surrounding 的壓力要一樣嘛 那因為它增氣壓下降 所以變成你要給它更多的能量 你要讓你要升溫 你要把溫度給它 升得更多 它才能夠達到一樣的level 好 那所以的solution的 的溫度啊 的temperature必須要上升 to make the solution's vapor pressure equal to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這個是 沸點上升的 一個主要原因 那上升多少跟什麼有關 沸點要上升多少 那跟它 蒸氣壓下降多少有關嘛 對不對 沸點要上升多少 因為它主要原因 是來自於 蒸氣壓的下降 所以它 沸點上升了多少 是取決於 你的蒸氣壓下降了多少 那所以 蒸氣壓下降了多少 跟什麼有關 量 跟你的溶質的數目有關 好 所以the amount that temperature is elevated elevated就上升 是跟什麼有關 跟the number of moles of solute dissolved in the solution 跟你溶解在 這個solution當中的 溶質的量有關 那只是比較 就是習慣上面 我們在算溶解 那個什麼 蒸氣 容易的蒸氣壓下降的時候 通常用的是 摩爾分率 但是在計算 boiling point 在計算這個 沸點上升的時候 慣用的是什麼單位 的濃度 濃度用什麼 重量摩爾濃度當單位 所以這個 應該不陌生 它的 boiling point 溫度上升多少 跟m有關係 這個m指的是 小m 重量摩爾濃度 然後這邊有一個k 那這個是根據不同的物質 它會有一個係數 會有一個係數 這個是 elevation constant 那個k值的係數 是針對不同的溶劑的物質 溶劑 因為你要看它的增加下降多少 因為是這個溶液整個本身嘛 所以是以溶劑它的k值 那個k是指溶 溶劑的 那溶質的話就是看它的量 看它的濃度 那其實我們能不能夠從熱力學來看 沸騰這件事情 其實它還是一個熱力學的問題 對 來看喔 actually a thermodynamic problem 因為你在一個容易要沸騰的時候 涉及到 能不能夠發生的話跟什麼有關 一樣這兩個 對不對 好 那 Delta H 對於一個從液態到氣態的話 Delta H應該怎樣 嗯 一定是 一定是大於 一定要吸熱啊 所以Delta H一定是大於0的 所以它不favor 但是呢 這 取決於這個項 好 取決於這個項 那這個項的話 你從液體到氣體 Delta S大於哪 小於0 大於0 所以這個項是favor 那 所以最後的關鍵就在哪裡啦 就在T了 好 就在溫度 看你溫度夠的話 那這一項就會dominant這一項 那整個就是負的 好 那如果溫度不夠的話 那這個是正的 就不會自發 這樣子 那所以 從這邊我們怎麼去決定 廢點 廢點是怎麼來的 還記得嗎 如果Delta G 等於0的時候 它是兩項共存的時候 好 等於0的時候 那你這一項等於 βH等於T的Is 你就可以去求出 T是多少 好 這是 從熱力學的觀點來看 那麼 剛剛這個是 廢點的上升 那凝固點的下降呢 我們說你加了一個 impurity 之後 凝固點會下降 小雲對不對 對 為什麼對 凝固點的下降 你又要怎麼去 去 visualize 這件事情 體會這件事情 所以 溶解是什麼 溶解發生了什麼過程 溶解是把固體 變成液體 那固體它是一個很完整 完美的 精型的排列 那我們現在溶解 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給它 足夠的動能 足夠的熱能 去打斷 它這個很規則的排列 讓它變成液體 可以流動 好 那你想一下 是完美的精型 比較好打斷 還是 不完美的精型 比較好打斷 不完美的精型 比較好打斷 所以它可能需要 給它的熱量 要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少一點 少一點 那所以那個凝固點的話呢 可能不需要到那麼高 大概比較低一點的地方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打斷了 又真 所以這個是凝固點為什麼會下降 牽涉到它的分子間作用力 你從圍觀下面去看 它溶解的時候 要怎麼從固體到液體 你就可以了解為什麼 有impurity 有溶質存在的時候 它是一個比較不完美的固體 那它需要的能量 要把它打斷 需要的比較少 所以你的溫度可以 不需要上升了這麼多 就可以 就可以達到 就可以讓它變成液體 好 所以那個凝固點會下降 那凝固點下降的公式 應該這個 大家認識也會做 只是它的圍觀 那個物理的圖像要 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個delta tf 就是你凝固點下降的程度多少 跟它的 你有多少的溶質 加進去 有關係 好 ok 好 那那個k k還是一樣 也是跟溶劑的種類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這邊有一個它做的卡通 讓你們去看一下 好 它用一個benzamine的這個物質 來描述 如果是一個固體的時候 它是很均勻規則的排列的 那這個均勻規則排列 好 很完美的精型 那它的要求的分子間作用力 必須很精確很完美的在特定的地方形成 好 那往往 根據 根據 根據物質種類的不同 它在形成晶體的時候 有可能是透過清界 透過繁德瓦作用力 這個我們在講固體的時候有講過嗎 有各式各樣的固體 有離子型的 分子型的 各式各樣固體 它在最佳的狀態的時候 它都排得很完美 聽得到那個它的聲音嗎 聽得懂嗎 好 它現在在講說 要完美的排列 然後呢 我們必須要給它一直增溫 增溫到它溫度大 它動能大嘛 對 大到某一個程度 熱的擾動會讓它的這個分子間作用力打斷 它就變成液態 好 所以你的分子間作用力的排列 越完美的時候 它是一個越強的晶體 越強的晶體的時候 它就越難種 所以它的melting point 越會越高 好 那如果現在加一些不純物進來的時候 好 有一些不純 impurity加進來的時候 比如說它加了這一個叫做 benzaldehyde impurity進來 這是本來的情況 但是它如果現在換了一個結構類似 但是不一樣的物質的話 好 比如說這邊換了一些不同的物質進來 換了不同的物質進來的時候 本來完美經濟 你可以形成的時候 本來有hydrogen bond 或是有一些分子間作用力 它沒有辦法形成 對 來看我一下 那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有一些地方就有缺陷了 那有缺陷的時候它會有一些interaction的 intermolecular interaction就有缺陷 本來形成的現在變沒有 好 就變弱了 這個crystal就變弱掉 那所以 如果越弱的話 就越好把這些分子的作用力打散了 那所以它的melting point是比較低的 好 這個是從分子的層級去看 為什麼 為什麼凝固點會下降 好的 好 所以我們從相圖這邊來看的話 从像图来看 它的我们一般的了解是固态 液态气态SLG 那这个线呢 这些像图上面的curve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气体跟液体的平衡 然后气体跟固体的平衡 那这个线呢 横轴是什么 温度嘛 温度 然后这个是压力 压力 那所以当有融质加进来的时候 它会造成它的那个像图的shift 它这边这个是锤的时候 但是如果是容易的话 容易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整个 变成红色的这个范围 整个往后退哦 往后退然后造成它的 在同一个压力的时候 它的ΔT的上升 它的T有没有向右移 OK 那这边呢是下降 向下 那既然是因素 因素性质 所以跟数目有关 那同样一莫尔的融质好了 它在贡献它的溶点的下降 凝固点的下降 或者是肺点上升的时候 程度也不一样 不见得一样 为什么 如果这是一个电解值的时候 如果是电解值 比如NACL的时候 你一莫尔加进去 它的实际上相当于加了多少 两莫尔的东西 因为它一进去之后 本来的NACL变成了NA症 就是CL负 然后各有一莫尔的NA症 一莫尔的CL负 那它会造成两莫尔的impurity 那这个是一触性质 我们用一个叫做Venthoff factor 凡特和夫因子 有学过吗 有 来决定 这个I来决定 这个I是Number of Solute Particle Per Mole来决定 那所以Delta T上升 费点上升的程度 或是凝固点下降的程度的话 会跟这个I有关系 这个凡特和夫因子有关 那如果像CSCL2的话呢 就变成I是多少 I就是3 好 那我们讲了费点的上升 凝固点的下降 以及它的蒸汽压的改变 还有一个医素性质 渗透 渗透也是一个医素性质 一个容易的性质 那渗透是什么样的过程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等一下回来看渗透现象 渗透的部分